HELLO 大家好,我是哲伯六 今天大家分享就是由俗稱月光寶和品牌的 Ritchio Pocket 推出的最新的Flare翻蓋掌機 那已經有蠻多的YouTuber都有開箱 大多數的第一印象就是覺得這樣子可以翻蓋折疊 很酷很像NDS 但我個人覺得也很像我小時候買的第一台電子磁碟一樣也是翻蓋的 那翻蓋最大的好處並不是說這樣折疊起來很好收納 而是在於這個螢幕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的螢幕的角度是可以隨著你的自己的心情去做一個調整 因為它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調 當然這個還是偏向個人喜好 不過Ritchio Pocket 這品牌呢 其實Ritchio Pocket 真的還蠻喜歡分享他們家的東西 因為這一家一直都深受玩家的喜愛 主要就三大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他們歷代的掌機都做得非常有質感 不管是外觀做工非常的到位 就是說看起來就是有一點像藝術品 除了是復古掌機之外 它的外觀設計來講都非常的討人喜歡 第二點就是它的遊戲的UI介面遊戲的編排 這些設計也都是很淺顯易懂 所以玩家基本上上手來講 不會有太大的難度啦 稍微摸索一下就可以很輕鬆的去駕馭這台機器 第三個就是現在大部分的機型都會有安卓系統 那大家應該知道安卓系統就是可以安裝獨立的模擬器 有更多的可玩性 包含它的參數變化 都可以自由的由玩家自己去調整 比較早期封閉式的系統 你沒辦法去做太多調整來講 我覺得現在的可玩性又更高了 那基於這樣子的條件來講 我覺得這種掌機就是一直很棒 非常受到玩家的喜歡 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我必須跟大家分享 現在這樣的機器 加上有很多不同的廠商 會裝不同的遊戲系統 所以其實我覺得入手來講 是沒有太大的負擔的 而且玩遊戲來講也可以很純粹 你想要玩的內容 廠商都會幫你整理好 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 如果你愛玩復古遊戲的話 這樣子的機器其實還是有參考的價值的 當然如果你要說 手機也可以玩 電腦也可以玩 那我也沒話說 因為其實手機跟電腦可以玩 那你必須要花費非常多的精力 還有這個精神 去調整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有廠商幫你做好 你就是很純粹拿出去 帶著就可以玩 我覺得還是有它一定的價值 所以這部分非常給大家參考 那再來基於有什麼特色的技巧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會有一張它的小卡 裡面有包含說明跟一些按鍵的控制 以及還有一條USB Type-C的一個充電線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它可以玩什麼吧 GO 好 要了解它可以玩什麼之前呢 先帶大家看一下它的配置 有基礎的底配 ABS1按鍵 雙內筆還有選擇跟開始鍵 那上面是一個4.7吋的螢幕 而且它是觸碰螢幕 就像手機一樣可以直接滑動 那裡面內建的是T618的CPU 搭配4GB的吸體 跟64GB的儲存空間 所以你現在看到它有內建很多的獨立模擬器 基本上都可以順暢的執行 不然為了安裝傳說對決 都是可以順跑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後面的配置 那後面的話會有基礎的 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RL按鍵 以及上面有個Type-C孔 那裡面是5000mAh的電量 可以提供蠻長時間的一個續航 以及旁邊有個Micro HDMI 也就意味著在掌機 它是可以輸出到電視的 那還有兩個自定義的備件 未來可以透過這個官方認體的更新 來可以做一個快捷鍵的一個操作 那下面的話會有一個喇叭的設計 設計在這位置我覺得是比較怪一點 不過至少讓大家知道一下 它是有左右聲道的一個輸出 不至於說在一個單邊的輸出 讓聲音比較不集中 那接下來我們就打開 來看一下它的遊戲效果吧 好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介面 它就是一個安卓一個架構 然後你可以透過底配方向鍵控制 包含你用類比搖桿控制它也是OK的 那它也可以用手托椅 它就跟手機的使用方式是一樣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設置的部分 我們點進來呢 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安卓介面 所以你要連接Wi-Fi藍牙 都是可以從這邊直接去調整 然後目前看到是簡體的語言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去改 那Leo只是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收到就是現在這個狀態 然後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配置的就是安卓11的版本 那很棒的特色就是 除了安卓的介面之外 它還額外多做一個掌機設置 所以點進去呢 它會幫你整合 比如說有省電的功能 連接電視的功能 USB 狀態欄的通知 或者是輸入虛擬滑鼠 還有Google服務很重要 因為其實Leo早期在2019年 就有接觸過一台掌機叫X1吧 它就是沒有Google服務 所謂沒有Google服務的話就是 沒有辦法有Google Play商店 沒有Google Play商店的話 很多APP你就不能直接從這個地方安裝 要變成要自己裝機卡 非常的麻煩 那再來就是它有設計掌機桌面 所以對於這個玩家來講是非常友善的 然後另外就是這邊的模擬器有非常的多 而且它使用方式就是可以直接點選直接進入 以及它有手機的概念 像它有一些快捷的操作 要自動旋轉等等 都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調整 再來就是它有設計一個掌機桌面 點進去就會起到它們的選單 就早期做的是封閉系統 就是只能開機到這邊 沒有辦法按左選單 那現在就是做了一個這樣開放式的 然後這邊現在看到還是奪利模擬器 但是你可以選擇左下角這邊有一個模擬器 按下去 這邊可以直接切換到我們比較熟悉的一個介面 就是這邊目前所看到的就是全部都是模擬器 所以點進來就是直接去玩遊戲就好了 非常的純粹簡單 那點進去直接就可以跳接到模擬器的部分 它就會開始自動去做一個執行 那接下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遊戲畫面 那下面有看到不管是遊戲也好 搖桿配置也好 通通都是你不需要額外再去做一個設定 因為廠商都幫你調整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玩家講是非常友善的 那我們就簡單給大家看一下遊戲畫面 控制面也是沒有問題了 可以直接用這個方向去玩 包含下面的類比搖桿也是可以控制的 有沒有 非常的簡單 然後選擇開始同時按壓下去會有一個選單 你可以從這個選單裡面直接關閉遊戲 然後再退出 就可以在返回這個介面再做下一個遊戲的操作 那模擬器選單我就稍微簡單帶一下 它所支援的就是有這麼多 那這邊的話就是變成這些模擬器都有支援 但是遊戲的部分就是你可能需要額外的去增加 或者是跟廠商聯繫 請廠商幫你加進去 那也可以做收藏 還有包含歷史記錄 因為玩過的遊戲都會在這邊出現 那Leo就簡單帶一下幾個比較重點模擬器的遊戲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一個畫面的表現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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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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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